革命婦人生前透過律師協助 立遺囑 當時雙方依照規定 走完整個流程 還有影片為證 只要辦理受遺贈人的遺產稅 被國稅局認定 沒有親自簽名 一屬無效 婦人的兒子男人氣憤 指控當時母親認為 找律師代筆遺囑能夠放心 沒有想到問題沒解決 還面臨於姐妹 為遺產鬧翻的窘境 決定向當時的三名律師求償 新北市82歲的皇城婦人 在111年12月23號立下遺囑 31號過世 留下約3000萬元的房產 阿嬤申請花了25000元 找律師代筆遺囑 要將遺產過給兩名孫子 共同寄存 卻在最後一個環節除差錯 阿嬤表明不識字 不會簽名 沒有想到律師見證下 緊蓋印章連手印都沒有 導致遺囑整份無效 代筆遺囑本身是律師 然後兩位見證人 當時是實習律師 但是因為這三個人 其實當時候 已經都通過律師高考了 對就是代筆遺囑的成立要件 應該已經知之勝祥才對 控訴之前與家人 就曾多次詢問 協助代筆遺囑的管姓律師 遺囑是否有效 甚至遭不回後還曾求助 再花兩萬元 請管姓律師介紹的律師協助 結果都一樣 對此經聯繫遭控訴的管姓律師 手機轉進語音信箱 尚未取得回應 只找律師立遺囑 居然無效 任誰都難接受 TVB新聞施協員 蕭文強 葉俊 是否則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